好,接著要跟各位介紹一個叫做 等速度運動 剛剛講過了,速度要相同,必須是什麼? 大小要相同,方向也要相同 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隨時隨地的速度都一樣 我們就稱之為它叫做 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運動,很簡單嗎? 來,看看這兩個車子 他們上面是整時,全部上面是間隔 每經過兩格,會走過一個旗子 每經過兩格,走過一個旗子 表示在相同的時間,走過相同的距離 對不對? 所以它什麼運動呢? 所以它什麼運動呢? 然後呢 這兩部車,誰在做等速度運動呢? 來 第一個問題是,誰在做等速度運動 第二個問題是 兩台車,開始跟結束的時間怎麼樣? 一樣 走的距離呢? 也一樣 那麼這又意味著什麼事呢? 這又意味著什麼事呢? 一個好像是很均勻 一個好像不均勻對不對? 可是都是花一樣的時間,走一樣的距離 這意味著什麼呢? 就是我們待會要討論的事情 請問你 請問你 這個車子這個運動 是不是在做等速度運動呢? 是 為什麼是 不是 為什麼? 不是 那是不是在做等速率運動呢? 是 為什麼是 不是 為什麼不是 你要思考一下 是還是不是呢? 是不是等速度 是不是等速率呢? 請思考 我們剛才講過這兩台車子是以車做等速度運動 因為它都會走得很均勻 在做圓周運動的時候 它的快慢一樣 比如說 一秒鐘走一圈 半秒鐘走半圈 它的快慢一樣 所以它是一個等速率的運動 可是它一直到的圓圈圈轉 所以它的前進方向怎麼樣? 一直在改變 所以它方向有沒有一樣? 方向沒有一樣 沒有一樣它就不是等速度運動 因為要做等速度運動 必須要大小相同 方向也相同 這個等速率運動的時候 它只有大小相同 沒有方向相同 所以它不叫等速 它只是等速率而已 等速率而已 那麼就是 我們的剛才請你判斷的答案就是這樣子 從前面的動畫你可以知道 我們剛才的假車跟乙車都是走直線 可是呢 一台車是做等速度 另外一台車不是 所以直線運動 所以直線運動不一定是等速度運動 但是等速度運動一定是直線運動 為什麼? 為什麼等速度運動一定是直線運動? 因為等速度運動必須要方向要怎樣? 一樣 它永遠維持相同的方向 所以永遠會走出一條直線出來 所以 直線運動不一定是等速度運動 但是等速度運動一定是直線運動 一定是直線運動 為什麼? 因為它方向怎樣? 不會變 永遠保持一個固定的方向 所以會走出一條直線出來 因為方向不會變 所以會走出一條直線出來 這就是 我們要希望你了解的事情 直線運動不一定是等速度 等速度一定是直線 運動方向不變 所以是直線運動 好 了解以後 基本上等速度運動有兩個個性 一個個性 我們剛剛看的第一個動畫 它會在相同的時間走過相同的距離 兩秒鐘走兩個期間的距離 第二個就是會朝固定的方向動 所以它是直線運動 這個就是等速度運動的兩項特性 相同時間走過相同的距離 朝固定方向前進 必為直線運動 好 來 開車子的時候 自動排檔車 手排車還有一些別的招數可以用 手排車還有一些別的招數可以用 我們不要管手排車 你就管那個自排車好了 基本上你不會動排檔的啦 基本上你不會動排檔的那種車子 那 不要管排檔 你有哪些裝置可以改變你的速度 速度要一樣 大小要一樣 方向要一樣 改變速度可以怎麼樣 可以改變大小改變方向 哪些裝置可以做這件事呢 起碼有三種裝置 如果你沒有 最少有三種裝置 手排檔也有不同檔位啦 這排檔也有不同檔位啦 不要揮揮手啊 我們要找女生好了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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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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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回答我喔 沒有看過車子喔 老師我沒有駕照 我不會開車 我也沒有坐過人家的車 蛤 油門還有別的吧 至少三個你只要講兩個吧 煞車 煞車 請坐 還有一個呢 方向盤 很好喔 方向盤 油門跟煞車可以改變它的什麼 大小 變快一點或變慢一點 方向盤改變什麼 方向 所以都可以改變速度 因為速度要向量要大小跟方向兩件事情 所以改變大小或改變方向都叫做改變速度 都叫做改變速度 所以我們都有油門 煞車跟方向盤 煞車跟方向盤 煞車 日文化的台語 日文化的台語 OK 有人無問題嗎 沒 很好